字幕作曲 李宗盛 講開怎樣幫大家自己去驅鬼 都是那句未入身的情況下 可以怎樣做呢? 上次講了做一些心肺運動 另外可以去做些什麼呢? 其實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早點睡 我想大家都會看過皇帝內經 其實適合大家睡的時間 或者給乾經休息,幫大家排毒的時間 就是晚上11點 當然以香港人來說,我知道就沒什麼可能 你叫我11點睡,我自己也做不到 但我們以11點為一個目標 你11點睡不到,哪怕你12點睡到 或者你12點半睡到也好 其實很多香港人,哪怕你要上班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兩點才睡覺 第二天有七、八點起身上班 你現在只有幾個小時休息 其實你怎樣回到你的氣呢? 怎樣回到你的陽氣呢? 你是回不了氣的,你每天都是在透支你的氣力 你是搞不定的 其實你早點睡,早點休息 你自然氣血就會好些 另外就是,有些人家很喜歡念經 我先強調,念經是絕對一件好事 可能有些人覺得 我要回向給冤親債主 我要念經是一件好事 不過其實你可以 例如你一個歸依的佛教徒 你有你的地方可以念經 可能屬於你的佛堂 或者你跟著你的師父 大家一起穿著海青去念 其實相對於你 他那些東西就不會更新 在家裡念,為何會容易給靈體更新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香港大部分都是大乘佛教的朋友 大乘佛教其實很多只是裝上坦 上坦可能擺穿觀音 即是公訪穿觀音 其實就沒有下坦 觀音其實是你念經的時間 或者念經之後 其實他不會幫你請朋友走 那些朋友都是逗留在家裡 總之他不是搞你也好 究竟你可不可以抵受得到 整個屋那麼陰 那麼多老友在陪你一起生活 其實我相信也不會頂得住 那麼如果你有下坦 即是我們下坦 例如家裡 簡單來說 下坦就可能純粹是地主 其實地主也會看著他們 看著他們的老友記 不要讓他們是古靈精怪 或者聽完經之後會請他們走 變成你的安全性就會高很多 所以如果你自己不懂得請地主 或者你自己不是一個法科弟子 最好就真的不要在家裡念經 不過我也是強調 念經是一件好事 不過是要在適當的地方和場合做 例如你在佛堂 在佛堂 他一定會有請他的下坦 總之沒有可能有護法 或者有其他 他多數都請地主 那些下坦都在佛堂 可以令到大家有一個安全性 不會令到自己家裡有那麼多東西 另外 你可以留意自己的腰骨有沒有歪到 因為我發覺一些狀況 他臨入身 或者他很想去弄那個人之前 一定會令到你的大陣 即你的尾龍骨是歪了 如果你自己的尾龍骨歪了 基本上都是這些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 歡迎留言給我 我答得到回答大家 今天分享就到此為止 拜拜